鱼友们咱们今天换水了 咱们平时给鱼缸换水的时候 咱们最好换一些困过的水 因为咱们困过的水 跟鱼缸水的温度差上下不超过两度 相当于咱们同等温度换水的同时 对鱼的话没有什么感觉 另外也是建议大家 咱们平时在换水的同时 一定要把过滤棉进行更换或者是清洗 另外在咱们高头位的季节 喂食量比较大 所以说建议咱们鱼友 三到五天给鱼缸换一回水 换水的时候 如果说您是困过的水 您可以换三分之一 更多的话可以换二分之一都可以 如果说咱们平时没有困水的条件 咱们直接加自来水的话 建议咱们大家少换一些 换四分之一 五分之一就可以了 另外也是跟大家说一下 咱们换水前一个小时 跟换水后一个小时 禁止给这个鱼喂食 咱们如果说想给这个鱼喂食 最好是换水之后 一个小时以后 等这个水温恒定之后 咱们再给这个鱼进行喂食 投食 喜欢养鱼 您关注 咱们每日分享更多养鱼经验 那打 咱们快乐 我们下刀 咱们快乐 咱们快乐